錘 錘 錘 好齁 這寫的都不太一樣 那就挑你自己覺得好看 抽到C 抽到C 鼓起來 這個就是要表演的 就不用客氣 類似像山 剪一點好了 錘 拱 拱的話是手 這個要歪過來一點 上面靠近 拱的話 從上到下 從上到下 這個應該是唯一 可以表現的 拱到C 拱到C 拼 拼還真的寫拼嗎 拼 中間 拱起來 但是不用太長 拱 拱 這裡面有寫過 有寫喔 他習慣把上面寫得很窄 這個長很不生長喔 他是下面最長的長很生長 當然不一定要這樣子 但至少在朝全碑 他出現過的確實是這麼細 他上面都短的 這個比方長的 而且這個比方還蠻重的 通常都會穿出去喔 他這裡拉得到是蠻長的 愛 古代的愛跟現在的愛差很多 那每個人寫的都不一樣 我也不曉得 到底哪一個人才是漢朝的標準 那因為很多人都不一樣 所以就自己挑了 到底還好 反正比較古代出現都算 通常上面不管怎麼寫 下面就是寫心 那心因為 超全有寫過 所以你可以造型 這個通常會歪過來 這個造語會歪過來 超全都不歪 都不讓它黏進去 所以超全的心 跟其他人的心不太一樣 這個縮短 讓這個那去做一個伸展 那這樣子就過長了 玉 玉與超前有寫過 它寫得有點東倒西歪 又不是很喜歡 稍微改了它一下 它寫得比較正 寫教信照樣是扁的啦 稍微分點粗細 這筆畫是粗大細 玉 這個禮 這個禮也是古代就寫得很混亂 很多字的人 在古代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就是你寫了很多字帖 你就發現 好像這裡有人寫過 有人這樣寫 每個寫的都不一樣 弄到你無所事從 如果都沒有人寫 你就寫 稍微像標準的 把它改成你心目中的超全 比如說這是點 超全的點是鼓起來的 底 手 手 手朝前有出現過 同樣是長橫的燕尾 我會嘗試有時候比較粗 有時候比較稀 不要讓人家認為說 你只要寫到長橫的燕尾 一定是多重 多粗 多 弧度多大 不要讓人家套公式 那要做到公式 就是你有規則的寫法 這種就是西洋的美術設計 並不算舒服 陳 繼續 筆畫有點乾了 有點乾了 還是可以繼續寫 那當然要寫扁 乾筆有乾筆的表現方式 跟它的特色 但是乾筆不能多 乾筆多的話就覺得燥 沒彈性了 陳 寫字還是要點墨韻 乾濕濃淡的變化 在前面濃 那現在已經淡了 淡了就可以繼續 好 扶 融 融的話 那我就嘗試把這一個 斜短 這個斜長 拉往這邊 做一個變化 按融 它有時候寫直線 實際上還是可以寫的 因為它確實有寫過寫寫的 未必它每次都要直的 當然你寫直的也可以 可以 槍 槍 槍 上面是個陽 陽 靠近一點 加一點出息 這裡是不可能表現的 唯一 這個也不太可能表現 這是唯一可以表現 華麗的地方 華麗的地方 我們在每個月 都要靠近 人 是 都要靠近 外面 在看